好,我們今天介紹生論型文章 生論型文章和之前寫過的解釋型文章很像 但是有一個主要差別 解釋型文章是你的讀者對於這個主題不熟 你要給他介紹,要給他資訊 生論型文章是你的讀者對於你的主題有一點認識 但是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樣 你要去說服他,改變他的看法 那要怎麼說服人呢? 2000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 說服人有三個層面 用希臘文講就是logos, pathos跟ethos logos, logic,用邏輯論述 pathos, passion, emotion,動之以情 ethos, ethics,你是誰? 人家為什麼要聽你講?為什麼要相信你? 好,那後面兩個層面就是情感跟那個倫理訴求的部分 會應該理論上會自然流露在你的行文之間 如果你真的care這個主題 如果你能夠搬出個人經驗或是舉親身的經歷 或是用你自己的身份或是背景來講 這個就會符合情感跟倫理訴求的部分 所以這兩個部分我們在真的開始寫作之後 我再就是個別去帶你們 我們這堂課就是講課的部分 我們以第一個邏輯論述為主 你講的東西如何讓人家幸福 就是覺得合理 然後覺得有道理 我們先看這一篇 你們講義第二頁 這個是反面教材 我真的很喜歡這篇 因為他挑的主題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都深有感受 他的主題就是 Have Taiwan Students Become Exam Machines? 台灣學生是不是已經變成考試機器了? 這篇文章是1991年的文章 有一點久遠 然後這篇文章的作者 給你看 這篇文章的作者當時是淡江大學的奠基系學生 所以一開始他的倫理訴求就很清楚 他自己是學生 他有感而發 這個不是他憑空想像 他自己有體驗有感受 好 我們來看這篇文章 這是一篇社論 要找社論的反面教材很容易 但是要找社論就是寫得很符合邏輯的社論 真的非常不簡單 我自從開始教社論型文章以來 找了老半天找不到 因為大部分社論是刊登在特定的報章雜誌嘛 所以說服力而言 基本上會讀那些刊物的人的想法 已經跟會投稿的人的想法很像的 很接近的 即便邏輯有點弱 可以動之以情 可以用個人經驗來提出說服力 所以報章雜誌的社論比較不care邏輯論述 但我們是大學 在教一個基本技巧 基本技術 所以還是要從最基本來開始 就是邏輯論述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 考試機器 然後要有一個more holistic approach 更整體性完整性的對教育 報章雜誌的文章 標題跟下面有分小節的小標 通常是編輯決定的 通常不是作者決定的 所以標題我們參考就好 有些地方連分段都會把文章重新分段 編輯的權力蠻大的 所以那部分我們就參考就好 但內容是我們比較care的地方 第一段 在我的看見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i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每況愈下 on this island kids enter kindergarten at the age of three or four and then receiv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for six years 有幼兒園 然後六年的那個小學教育 after this is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then if you pass the join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you'll have the chance to go on for further studies 通過大學聯考就可以繼續研修 好 第一段 有看到什麼問題嗎 in my view ok 所以你覺得 這問題是什麼 不夠客觀嗎 所以第一句話看來 本來就不是客觀嘛 他自己覺得每況愈下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ok啦 對 所以最可怕的是 如果這句反過來寫 專家都覺得每況愈下 那就很可怕了 對 個人覺得這樣子 這我可以接受 第一段看起來還好 他就是呈現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然後那些知識基本上都對嘛 沒有什麼錯誤 我們繼續看 對 我上句一點點好了 對 我上句一點點好了 好 這段你們有看出什麼問題嗎 首先他提出那個倫理訴求 我是台灣的學生 我講這個東西是有個人經驗 你可以相信我 這段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他提出第一個標準來了 跟世界趨勢的相符程度 這個已經跟這個上面定的主題 什麼考試機器 好像有一點點小距離 也許他後面會解釋吧 也許會拉回來 但是目前為止還拭目以待 我們期待說接下來會講 自己的趨勢 為什麼重要什麼什麼 我們繼續看 大學考試把學生分成走運跟不走運兩群 但是如果每一考上就覺得是廢物 有些找得到工作 有一些會偏離正軌 而這會導致更多社會問題 好這段有看出什麼問題嗎 很負面 OK 這是問題嗎 看情況 如果他真的覺得很糟的話 他就應該要用負面呈現 有其他地方有問題嗎 他說分成走運跟不走運兩群人 如果我們考試制度真的只會這樣子的話 那這考試也太爛了吧 當然考試都有運氣的成分 但是運氣的成分不應該是考試結果的主要決定因素 所以這一開始就已經在扭曲 就是他在講的教育制度的 然後再來他分成兩群人 一群人叫做they fail the exam 考試失敗 另外一群人那顯然就是succeed 成功的人 我想請問一下這兩群人怎麼定義啊 當然如果你考得非常好你可以上台大 考稍微差一點國際學校 考稍微再差一點還是有學校給你讀啊 這個是1991年的文章 所以應該如果考得夠差是有可能落榜的 但這個就是他的分法嗎 不知道他沒有講明 就是他fail the exam這個定義到底是什麼 然後再來 some will find jobs and some will go astray 又是一個二分法 有些假設有些落榜的人 假設這是他講的 有些落榜的人找得到工作 有一些會偏離正軌 真的就是這樣分嗎 偏離就是找工作或是偏離正軌這兩個嗎 有沒有可能又找到工作然後又去犯罪 有沒有可能沒有找到工作 但是還是一個善良的人 善良的公民 有沒有可能考上了還是找不到工作 然後去犯罪 所以他這個二分法感覺很直覺 但是這個只是因為他行文很順 你真的去想的話 他切的方式很粗糙 好 但是假設真的以上就是都對的話 那最後一句會導致更多社會問題 這我可以接受 如果有些人會因此而偏離正軌 那應該就會導致一些社會問題 這一句應該沒問題 好 我們繼續看 好 這段有看到什麼問題嗎 他的數據在哪裡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點 逐年攀升 從哪一年開始起 攀升多少 每一年增加0.01%也是攀升喔 所以通常我們會想要看到 這邊有實際的證據或數據 好 但是社論有時候就跳過就算了 大家就講開心就好 其他部分這一段 好像還可以嘛 假設真的青少年犯罪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教育制度確實應該負一部分責任 因為青少年就是應該要就學的那些人嘛 如果他們犯罪率提升 應該跟教育制度有某一種關係 他這邊沒有說太過嘛 他沒有說教育制度要負全部責任 一部分責任這合理 更大的問題是 一 這跟考試機器什麼關係 然後二 這跟世界趨勢是什麼關係 好 也許我們才讀到第四段嘛 也許它後面會連起來 不曉得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連關性 繼續看 Although the examinees are supposed to be judged equally in fact some examinees have special privileges 所以說考生應該公平對待 但其實有一些考生有特別待遇 if they are Taiwan natives or have been through military training 受過軍事訓練 for example we students are raised in the sam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so this practice of granting privileges to a few is unfair to the average student 我們這些學生 都是同樣的教育制度 同樣的生長環境出來的 所以這樣子給某些人特權 這是不公平的 好 這一段有看出什麼問題嗎 OK 也許它是處於基督心理 我們不太確定 我們先看論述的部分 他論述邏輯有沒有哪裡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這一句 we students are raised in the same educa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都是來自同樣的教育制度 跟生長環境 是嗎 不一定吧 尤其他舉一個原住民的例子 這很明顯就是不同的生長環境 好 那即使大家生長環境都一樣的話 我們也知道台灣的教育制度 有些地方資源比較少 有些資源比較多 有些市值比較差 有些市值比較好 教育制度也不一定都一樣 所以前提錯 他後面就錯了 如果真的哪些族群 或哪些背景不一樣的話 那確實為了公平規見 不應該是齊頭是平等 他這一段 他等於是在反駁政府的其中一個政策 那通常一個國家立一個政策 他會有一個就是背後的立法精神 如果你像這樣子 你光是看表面上感覺不一樣 那就不公平 你等於是忽視了整個立法精神跟經過的討論 所以如果你真的覺得哪邊有疑點 你應該去看說政府當初為什麼要制定這政策 他點出了那些要解決的問題 今天是否還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也許還是需要這個政策 但是要去想一下 不是看表面就結束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在我們在金錢導向的社會人是由他的資產來判斷人格 人追求高等教育只是為了工作保障跟更高的薪水 What a pity that we have become the slaves of money 好可惜我們都變成金錢的奴隸 或是換大陸用語 資本的走狗 這段有看出什麼問題嗎 完全偏題 他這邊提出一個新的什麼什麼 不應該為了賺錢而追求高等教育 沒錯 這個想法是第一次在這邊出現 但一樣的 他只是第六段而已 我們還可以等說他未來會不會 下面會把他連起來 但沒錯 他這個轉折有一點硬 應該這樣講 還有嗎 作者的出發點好像有一點偏激 可能會有損於他的說服力 所以這比較像是倫理訴求的部分 他身為一個學生 他何以得知我們社會是這樣的一個 社會 然後對於高等教育的連結是這樣子 對不對 他有做過相應的研究嗎 他有跟不同的族群討論過教育的價值嗎 他只是說他是個電機系出來的學生而已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這個非常 比較極端的說法 好謝謝 所以關鍵不在於講的極端 關鍵在於他的幸福力在哪裡 為什麼要相信他 很好 很好 還有嗎 這一句 It's not a healthy society Why not 金錢導向的社會 金錢導向的社會就不健康嗎 也許你個人覺得會同意 但是他這邊沒有解釋 尤其如果讀者是很想發財的 譬如說商人 他讀到這一句 讀到這一段 他大概就會把報紙就蓋起來就不足了 所以要有論述 不能只是丟出來 就是講一句而已 他這一句話其實是用那個情感訴求 如果你也覺得這社會有問題 大家都想發財都不管其他價值的話 你就會認同這一句 但是不是邏輯 是情感 好 下一段 Inability to Analyze 無法分析 Students are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 國家是社會動量 學稱是國家動量 For this reason they must be aggressive, intelligent, enthusiastic and patriotic 因此他們必須積極,聰明,熱情,愛國 But under our system Students become exam machines 但在有現行制度之下 學生便考試機器 They are unable to analyze and solve new problems 學生無法去分析解決新的問題 好 這一段有沒有問題 最後一句問題在哪 他怎麼知道學生無法去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你講的是說 學生變考試機器 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考試有很多種啊 我們說考試機器 通常我們想到的是什麼是非單選 但是考題有很多種啊 上過文學課的人都寫過深論題 這門課考試是考作文 難道這些考試提醒通通都沒辦法培養解決問題能力嗎 分析能力嗎 這是你要講的嗎 好 很好 還有嗎 有沒有其他問題 很好 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裡 假設這個是他要解決的問題 要讓學生培養分析解決新問題的能力 請問這個跟 積極 聰明 熱情 愛國有什麼關係 難道學生越愛國他越能解決問題嗎 好像前言不對後語吧 所以這也是情感訴求 前面講四個特質是 基本上大家都會認同有比沒有好 基本上的 但是 好 因為情感認同你認同作者講的 他希望你就非常順理成章的 就會同意他的結論 我們不要掉進去 邏輯不通 好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問題是 這個跟前面講的考試機器有關係的 但是跟前面講的世界趨勢關係在哪裡 尤其他說學生要愛國 這跟世界趨勢好像有一點張力 好 anyway 我們往下看 也許他後面會解釋 With this in mind I think we must leave more room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minds and ideas not just force them to memorize formulas and answers to boring routine questions 因此應該要留更多空間 讓學生發展他們的心靈與想法 不只是強迫他們去背上一些公事 與例行問題的答案 好 這段有什麼問題嗎 好像還可以嗎 唯一的問題就是考試提醒的問題 就是上一段提過 感覺這一句 這一句話 感覺這一句應該放到上一段裡面 應該是編輯切出來的 但光一句話本身沒有太大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覺得應該要多培養 多給學生空間培養 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 再往下看 You may have noticed that almost all students here wear eyeglasses 只有每一個學生都戴眼睛 The more they read, the thicker their glasses 書讀得越多,眼睛越厚 Have we forgotten the old proverb Health is better than wealth? The burden of homework and exams puts our students in poor physical condition 功課考試導致學生體質變差 Even the ROC Air Force has trouble finding pilots due to universal problems with poor eyesight 連空軍都因此找不到 視力夠好的飛行人 好 這段有沒有什麼問題 Again 證據在哪裡 他說空軍這樣這樣 應該說整篇數據在哪裡嘛 對不對 幾乎所有學生這百分之多 然後尤其下一句 真的是很荒謬 讀得越多眼鏡越厚 那這樣每一個大學教授 都應該瞎了 然後下面就是什麼什麼 空軍找不到的飛行員 這數據我也想看一下 OK 所以沒錯 證據在哪裡 還有嗎 有沒有其他問題 Poor physical condition OK 這講法有一點超過 他這段講的應該是視力吧 他這句話把視力擴大為整個體質變差 有一點點超過 但是他下一句又回到那個視力上面 所以勉強可以接受 他沒有抓這個點去擴張 所以還好 但沒錯 是有一點小瑕疵 還有嗎 還有嗎 沒錯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同學講說正確在哪裡 我們更想看說你怎麼判斷 譬如說視力比較弱是因為讀書的關係 相信有很多同學 視力變弱是因為打電動的關係 這很難講 所以他想要帶出什麼 太重視讀書考試 導致國家那個什麼 後備軍人的那個準備程度減弱了 那個中間的連結都很牽強 好 還有其他問題嗎 這段問題很多 好 謝謝 這也是個問題 Again 轉折非常硬 請問戴眼鏡跟那個體質良柚 這個跟前面講的一切關聯在哪裡 他勉強想要跟考試機器綁在一起 但是跟什麼 什麼 什麼 叫什麼 國際趨勢啊 或是什麼學生解決問題的分析能力啊 什麼關係在哪 沒有什麼關係吧 好 還有一個問題 他中間引用這個 Health is better than wealth 你硬要推的話是可以想的 就是他下面講說 大家讀高等教育是為了薪水賺錢 所以這邊就是考試機 就是大家努力讀書為了賺錢 然後犧牲健康 他想的應該是這樣吧 但是Again 光靠一個諺語是不夠的 要多說明 好 我們再往下看 Students are the purest class in society 學生是社會最純潔的階層 他們是理想主義者 對什麼都很熱情 他們是理想主義者 對什麼都很熱情 他是认真的话 他要如何去证明学生是整个社会最纯洁的阶层 难道他比三岁孩子还纯洁吗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again 这段跟其他的东西到底关系在哪里 还是没看到 我们还是在拭目以待中 然后再来最后一句 看到不公不义一定会去纠正 就是根据什么 他的证据是什么 他如果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 或是所见所闻 他应该讲出来 其实是有 是下一段 我想应该是被编辑切掉 Keeping up with the world take for example the demonstration at the CKS Memorial Hall in May 1990 这讲的是野百合运动 those students eventually convinced even the president to accept their views 他们最后连总统都说服了 this illustrates the point that students have also to be concerned about what's happening where they live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这就可以说明学生应该关切周遭事物 以及全球事物 假设这一段跟上一段放在一起的话 比较可以了解上一段在讲什么 野百合运动确实就是一群学生带头的社运 觉得社会哪里不公不义 觉得应该改革 然后影响了国家走向 然后这确实也是一个关切周遭事物 以及全球事物的例子 全球是因为当然是跟国外比较 才知道台湾的状况可以改 所以把两段加起来 OK 比较合理 比较完整 然后也大概看出来 为什么他前面要提什么 什么积极爱国什么热情 但again 跟他的主题关系是什么 OK 而且这些学生 是现状下台湾教育制度 生产出来的学生 对吧 他们解决问题了 他们非常热情 非常爱国 所以他举这个例子 为了眼前的论点 但牺牲了整体的格局 我们再往下看 The educational system here is deficient in other areas too including experiential and natural education 我们教育制度还有其他缺陷 deficient 包含经验教育 和自然教育 这又是什么挖钩 好 所以这个很明显 是介绍新的东西 我们往下看他介绍 这是什么东东 Men are created by nature so it's natural for human beings to want to get close to great nature 人是自然所生 很自然地 会想要更接近大自然 Those unchanging textbooks shouldn't be the only way used to educate our students 一层不变的课本 不应该是唯一教育学生的方法 In the forest or the seashore you can find mysterious things 听一下泰勒斯的歌词 在森林或者是海边 可以发现神秘的事物 nature itself is a great classroom it teaches you not only about physics, biology and geography but music and art as well 大自然可以教你的 不只是物理、生物、地理 还可以教你音乐跟艺术 好 这段有什么问题吗 先别笑 我们先讨论 问题讲出来是有哪些问题 这应该就是他上面讲的 什么经验自然教育吗 第一句 人是自然所生 很自然地会想要更贴近大自然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是中式英文 英文不是great nature 英文是mother nature 但更大的问题是 这逻辑通吗 没错 这个在逻辑上叫做 the genetic fallacy 就是从哪边诞生 不一定跟他有关系 或是同样倾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达尔文不就错了 没有演化论啊 一定会 中间一定会有 可能有变化 所以第一句前提就不通 然后再来什么什么什么 森林海边可以找到神秘事物 干我屁事 然后下面说什么 大自然可以教你 这五个科目 我也会想请问如何教我 就是我大概 就是真的 again 站在他那边想 我大概可以想到他想要讲什么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好的老师在那边 然后可以当地取材 去设计教案什么 可是光这样讲 真的是要补充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什么什么音乐跟艺术 我真的很需要人来解释一下 好 need to learn from natural world 需要个从大自然学习 这是在讲什么 in taiwan there is only one primary forest school 只有一间森林学校 the forest and the sea are the classrooms for those lucky students they learn what do they learn they learn from the wild animals and the azure seawater 他们从野生动物跟蔚蓝的海水学习 I think this is real education students don't feel like they've been forced to learn 学生不觉得被强迫学习 好 这一段有什么问题 最后一句 对 没错 你教室设在外面就不强迫了吗 还是很奇怪 现在那个 有些教育学者很强调什么 游戏化学习 也是为了减少 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 但我想你们应该也不是笨蛋嘛 你看到老师要你们玩一个游戏 你也知道这是学习啊 对 所以如何 不让学生觉得他们被强迫学习 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OK 好 没错 他其实行文之中 有点承认这件事情 他说大自然也是一个好的教室 那个也本身就隐含说 两边都可以都有优点 那对于大部分是 都市生长的学生而言 就像你刚刚讲的 也许自己没体验过 所以当作者想要提出 森林教育 或是什么大自然学习的优点 他不能只是丢出一些意象出来 然后就让我们幸福 他要说明到底怎么学 为什么这样的学法 比教室学习来得好 学到一样的东西吗 就此类 这是写生论文章 不是在写诗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森林学校 OK 假设你不知道森林学校是什么的话 他就应该要说明一下 目前他的论述方式就是 接近森林 接近海水 就叫森林学校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再来这句话 我真的是让我非常怒 I think this is real education 所以我们现在是怎样 在办家家酒 好 所以问题不少 然后again就是从野生动物 跟未来海水 可以学到什么 请说明 就是除了打猎 跟游泳之外 还能学到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下一段 我们已经到了 后三分之一了 我们现在心中 还是有诸多疑问 什么森林学校 国际趋势 考试机器 什么金钱导向社会 到底要怎么绑在一起 我们还在等作者说明 I have the chance to travel in Europe I found people there Not only 这是哭笑脸 I found people there not only live very well but also with dignity 欧洲那边的人过得不但过得很好 而且很有尊严 In their countries Every job is viewed as a noble job 每一份工作都很高贵 In their point of view Only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knowledge Are going to apply to universities 只有对知识有兴趣的人才会去读大学 Everyone has his own skill Europeans don't look down upon The driver, the waiter or the street cleaner 欧洲人不会鄙视司机、服务生 或是打扫街头的工友 好 这一段有看出什么问题吗 国外月亮比较远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没错 这个其实也是动之以情的方式 很多人觉得国外比较好 所以一旦提到欧洲 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学习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它没有说明为什么 我光是拿欧洲上是不够的 他下面讲这些概念其实都很好 没错 那为什么要加一个欧洲上去 也许真的他 也许他不是屁话 也许他真的暑假去了一趟欧洲 然后有感而发 但是会想要 他都去一趟欧洲了 不能多讲一些风光明媚的事吗 就多举例啊 让我们深入其境 才真的能够体验他想讲的东西 所以 严格上来说不是问题 那是一个遗憾 好 还有吗 有其他问题吗 好 很好 谢谢 他的同学讲的是一个证据问题 他在这边觉得证据有两种问题 一 是 就像同学讲的 他去了一个地方 应该也有看到不好的面向 但他就不讲出来而已 所以英文叫做cherry picking 在挑樱桃 只挑最好的那一颗 另外一个问题是 假设他真的有看到好坏 不是 应该说 假设他真的想要去寻找完整的面貌 关于这些价值 什么人都有尊严 然后职业不分贵贱 然后只有对知识有兴趣的人 才会读大学 请问他要如何搜集这些证据 他有去做普查吗 发问卷吗 还是他只是跟他的host 跟他的朋友聊聊而已 他如果只是当个观光客 然后路上见到几个人聊天 你觉得那些人 会跟这个外国人讲实话吗 你来台湾 你就是问谁 你们国家很喜欢外国人吗 你还在那里会说 你不要来而滚回去吗 不会嘛 所以 again 这个证据有问题 不管是他没有 全面的寻找客观证据 还是说他只呈现 他想呈现的 那个结果出来 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这跟上面有什么关系 好 快结束了 但是还有两三段 也许他救得回来 This value judgment is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这样的价值差别 就是台湾跟欧洲最大的差别 哦 还有一个问题 他去欧洲的哪里啊 他去挪威 跟去意大利是同样的地方吗 对啊 好 所以他说这样的价值差别 是两地最大的区别 所以用这一句话 他等于是把台湾的 那个位阶打得非常负面 一句话就讲说 台湾有些人活得不好 而且没有尊严 在台湾很多工作 不被视为这个高贵的工作 在台湾对于知识 没兴趣的人也会进大学 然后不是每个人都树油专攻 而且有些人会鄙视 司机服务生跟扫地的工人 所以这杆子打翻的船 也太大了吧 所以就是不够细了 要多说明 相信台湾确实有这样的人 但也相信台湾不是全部都是这样子 好 下一段 改变压力点 这个有点忠实 英文这样讲的话 是讲那个按摩啦 按摩的血电 to improve our education system 啊 好 中文有积极的提案呢 我看他讲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make it easier to get into college and then make university studies more difficult 应该让入学更容易 毕业更困难 as 没错 as it is now it's too difficult to get in but once in the educational standards are lax much like the situation in Japan 现状呢 进大学太难 但是一旦进学就很松 跟日本一样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if we adhere to equal standards students will go to great lengths to study hard out of fear of being kicked out 如果我们的标准都很公平的话 学生就会努力学习 以免被退学 好 这个单有什么问题 确实真的都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 一点一点来检视 ok好 所以他的提案 实际提案是 入学更容易 毕业更困难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问说 他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策略的 制造的改变 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能够解决考试机器人的问题吗 能够解决国际趋势的问题吗 能够解决金钱导向的问题吗 how about 什么自然教育 how about 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 也许 培养解决问题能力也许 但是也是很牵强 其他通通无关 再来 跟前面讲的有点矛盾 他说什么 考不上大学的人 有些找得到工作 有一些会偏离正轨 然后偏离正轨 就会导致社会问题 但我想他讲的应该不是 进到大学吧 他讲的应该是 拿到大学文凭吧 你拿不到大学文凭 才会在就业上遇到困难 所以他让大学更难毕业 不就恶化社会问题吗 好 再来 他说现状很差 跟日本一样 我们对日本的教育制度的看法 很负面吗 应该还好吧 没有很好 但是也没有太差 所以他举这个比喻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要跟日本比 没有加分的效果 当然啊 有很多教育制度 比我们台湾教育制度 烂很多的 我就现在不举例 以免冒犯人 因为这个要放YouTube 但是 举日本好像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 尤其刚刚同学有讲吧 国外月亮比较远 你举日本也许 还有损于他自己的论点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这应该是整段唯一对的一句话 然后接下来 Equal standards 如果我们制定公平标准 它上面没有提公平两个字 但是从这一句话回推 我们大概知道 他讲的不是说 进到大学就很松 而是说进到大学 如果不好好读书 也许还能毕业 是对待的方式不一 这个才是他在讲的东西 但是他一开始没有这样讲 他是到后面才露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 更难毕业 学生就会更努力读书吗 不一定吧 对啊 你知道我们系 每一年都会有人被退学 对啊 你把毕业门槛提高 就会减少这个数字吗 还是会增加 关键在这里 他对于那个人的动机 抓错了 他觉得人的动机是能混就混 不能混就会认真 但是实际上我想应该 不会有人想被退学 每一个人都已经很努力 就是要毕业了 真的被退学了 不是因为觉得 有没有这文凭就没关系 宁可混比较重要 而是认真想要读 然后还是就是没办法毕业 所以你把毕业门槛提高 只会增加退学率 然后刚刚讲的 不会解决那些其他问题 好 所以他第一个提案很烂 但是后面还有文章 我们继续看 The government must also set aside more of its budget for private schools 郑文应该播更多预算给私立学校 非常赞同 As a lover of knowledge I deeply feel that the facilities in private schools are worse than those in public ones 身为知识的爱好者 我深感私立学校的教育设施 比公立学校差 Our government of officers should understand this fact 我们政府官员应该要了解这一点 好 这段有什么问题吗 好 第一个问题 数据 他凭什么这样讲 尤其我们已经读过前面17段 我们很不相信他 需要点数据 但再来 也许这一点 可能站在教育场域的另外一面 比较有体会 政府不过预算固然好 但你这预算怎么用 我待过公立学校 有些公立学校的设施 真的也蛮烂的 所以就像他上一段讲的 quality not quantity 不是钱多少 你钱怎么用 所以重点应该不是 facility教育设施吧 重点应该是跟教育 直接相关的师资 教材设计 课程设计之类的 比较重要吧 电脑换得更好 学生不会变更聪明 OK 我们 我们把这一段看完好不好 快看完 Educ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a country 教育是国家的基础 We shouldn't ignore the problems in our system any longer 不能再忽视制度问题了 At this juncture we must reflect on this problem again 在这个节骨眼 我们必须再思这个问题 最后一句咯 I think with a good education system we can carve out a bright future 有一个好的教育制度 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 请问这一段有问题吗 严格上来说没有理题 你没有内容怎么理题 这段有内容吗 没有吗 从头到尾四句话都是口号 所以读到最后一段 下面就是那个人的背景介绍 所以这边结束 读到最后一段 他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 有解决吗 完全没有 考试机器 国家趋势 自然教育 什么学生素质 解决问题能力 通常没解决 但是我们在读的时候 感觉很顺 也许某一句 或是某一段 你也会很认同 这就告诉你说 那些人数就不是逻辑的人数 那是情感 或者是伦理诉求的元素 逻辑上面很烂 它有cohesion连贯性 但是它没有coherence 整体性 一体性 这个是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要留意的 读下来很顺 但是小心结尾跟开头 必须要是同一件事 写一篇生论文章 你告诉读者你要解决的问题 必须是你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你文章去解决的问题 应该是同样的问题 你提出来的解决方式 必须要真的能够解决那个问题 而不是说单纯好听 或是好看而已 这三个元素 你说你要干嘛 你真正干嘛 然后你做那件事情 能不能解决 你说要解决的问题 这三个要有一体性 这个你们要留意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52分再回来 位置 我们公开 我们为了解决之后 你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你们考虑的问题 群内化 根本 得是 感谢 两个月 要解决的问题 你 有点 了解决的问题 我们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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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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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